45万发每分钟 中国逆天黑科技 如何拦截高超音速导弹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金戈军事 今天我们聚焦一款震撼世界的黑科技武器 中国国产金属风暴武器系统 最新消息显示 这套系统射速高达45万发每分钟 能够在瞬间形成密集弹幕 甚至理论上可拦截高达7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 到底是什么原理让它实现如此逆天的性能 我们将揭开金属风暴背后的基础秘密 从上世纪40年代以来 由于受传统机关炮发射方式的限制 使得普通炮管武器的性能 以基本接近物理极限 单个炮管的射击频率 始终不能突破千发每分钟 中国最新的1130进防武器系统 是一门使用11管30毫米口径 加太零式转管机炮的 现在进程防御武器系统CIWS 它配有雷达、光学和红外线追踪系统 其发射速率更达到1位1000发每分钟 据报告1130进防炮 能够拦截速度高达4马赫的飞弹 并实现了96%的拦截成功率 它的射速虽然达到1万1000发每分钟 但它是11管发射 单管发射频率仍然低于1000发 为了提高每分钟射速 金属风暴武器系统变硬而生 它的特点是采用多个弹丸 能够串联装填在同一发射管内 每个弹丸后面都装有发射药 然后再通过电子点火装置 一次点燃弹丸后的发射药 从而将弹丸持续地推出发射管 以此为基础 再将更多的发射管汇集起来 便可以整合成高射速武器 你知道吗 金属风暴最初有澳大利亚军方提出 经过美澳多人试验后 因技术难题而被割置 而如今 中国的科研人员 却将这一概念推向了实战化的全新高度 从机械激发到电子化的控制 这款武器系统不仅重塑了射击概念 更在防空反导上 展现出非反威力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传统武器系统 使其成为抵御未来威胁的尖端利器 中国版金属风暴武器系统 被集成于一辆66轮卡车上 整体分位驾驶舱 操作控制舱与金属风暴本体三部分 中部的操作舱配备360度全向雷达 红外探头和CCD摄像系统 实现全天候精准跟踪 发射舱模块内设有16G定向管 镁管可隆纳数百枚子弹药 并采用电子激发技术 能够在一分钟内发射45万枚子弹 形成密集弹幕 这种超高速弹幕究竟如何在短时间内摧毁来袭目标 想象一下 当蜂拥而至的无人机 或高速飞行的导弹面临真密集如意的弹幕时 无论是敌方低空侦察机 还是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都无法找到突破口 金属风暴的原理正式利用连续 并向发射产生的弹幕 构建其一道金钟罩 阻断敌方火力穿透 未来 这样的武器将如何改变现代战争的作战模式 金属风暴不仅是单一武器系统 更是未来战争中中含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出现 标志着从传统火炮向电子化 和智能化武器系统的转变 在全球军备竞赛日历激烈的今天 这一海科技究竟会引发怎样的国际反响 如果你对这类尖端科技感兴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订阅 点赞和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